这个劫匪刚把钻石藏好 出来就给警察抓了 两年后他出狱归来 来到藏脏物地点 却发现这里变成了警局 阿龙是一个技术高超的劫匪 可他实在不会看人心 这一天他刚从银行抢出一颗钻石 同伙就背叛了他 两人一番争斗 把警察也引来了 阿龙见躲不过 直接爬进通风管道 把钻石粘在一个角落 打算日后来拿 结果一出来果然给抓了 两年后阿龙成功出狱 他第一件事就是来到藏物点 定睛一看 这里改成警察局了 阿龙整个人都懵了 这确定不是在玩我 不过人未踩死 鸟未食亡 蹲了两年牢拿到的玩意儿 阿龙怎么说都要搞到手 于是他装成外卖小哥 到局里顺走一个警察证件 接着让老友按照证件 为自己伪造了一份警察档案 第二天他扮成警探的样子 大摇大摆地走进警局 他来到洗手间 准备进入通风管道 忽然门被撞开 一个囚犯正好跑进来 阿龙一慌 连忙出手制服了他 其余警察跑进来 好家伙 这同事还挺厉害 于是阿龙被带到办公室 局长一见是新人 马上让他上街执勤 阿龙急了 这刚进来 怎么就要出去了 可没办法 命令就是命令 阿龙稀里糊涂地 配上一个搭档 并接到了一通盗窃案 两人来到现场 搭档由于是小白 业务非常不熟练 阿龙为了赶紧办案 发挥出自己多年劫匪的经验 把搭档都看呆了 回警局路上 两人又碰上抢劫案 阿龙制住劫匪 可劫匪一回头 完蛋 两人竟然是老相识 眼看阿龙要被揭穿 他故意不小心放跑对方 结果警察已经赶来了 劫匪被堵在胡同里 为了不让老友说出自己身份 阿龙自告奋勇 他假装上前跟劫匪谈判 实则压低声音 让老友配合自己演戏 接着阿龙一下把老友撂倒 让警察把他压进了局子里 这个盗贼可不得了 为了取得多年前的赃物 他扮成警察 混入警局 由于连续办下两个案件 同事对他刮目相看 局长把他叫来办公室 说你这人能力不错 要不直接当咱盗窃科组长好了 阿龙懵了 这可不在俺计划范围内呀 局长说计划赶不上变化 让你当你就当 于是阿龙莫名其妙当上了组长 尽管如此 他没有忘记自己的本职工作 他趁没人注意 赶紧溜到通风管道里找钻石 遇到难爬的地方 他还用小车遥控寻找 终于他发现钻石 就藏在政务室的管道中 这时局长又跑来 让阿龙去搬一起文物盗窃案 阿龙很不爽 但也没有办法 他硬着头皮来到现场 结果刚一进去 就被现场的FBI冷嘲热讽 对方表示 等他们处理完了 警局才能够进来 阿龙不满了 回去路上 他使劲吐槽FBI 他指出 以他的经验 那场文物盗窃案 其实只是毒品偷运的伪装 他一顿分析猛如虎 同事如梦初醒 赶紧根据阿龙的分析 抓到了正在路上的运毒车 这一下阿龙成了大名人 连FBI也对他刮目相看 而阿龙趁着毒品被运进政务室 也从管道里拿到了钻石 他激动不已 结果一个手滑 钻石掉进了毒品堆中 这时局长表示 FBI要把毒品运进实验室 阿龙彻底晕了 他集中生智 提出建议 他们不如用这份毒品 去把背后的毒销掉出来 FBI一听有道理 当即就让阿龙作为卧底 跟被侧反的毒贩一起 带着毒品跟毒销接头 而趁着等待时间 阿龙又溜进车后箱 找到了钻石 结果这时 一个人跑了进来 他就是当年背叛阿龙的同伙 原来自从阿龙出狱后 他就一直跟踪他 想要拿到这颗钻石 他逼迫着阿龙 阿龙只能把钻石给他 忽然车身晃动起来 原来是一架起重机 把卡车掉了起来 抬到了一个地方 毒销本尊出现了 他一开门 就发现这几人不对头 他指出 他们中肯定有一个人是警察 阿龙连忙甩锅给同伙 但毒销不信 他感觉阿龙虽然表面像个罪犯 但身上有股警察味 阿龙彻底服了 这时毒销给他一把枪 让他把同伙打死 以证明自己不是警察 这个劫匪把自己伪装成警察 结果误入了一场毒品案 毒销让他打死同伙 阿龙陷入纠结 虽然他很想打死对方 但现在FBI正在监控 如果他开枪了 肯定就会录下 就当场面一度尴尬时 FBI进攻了 一时间子弹乱飞 同伙带着钻石赶紧开流 阿龙紧追而上 而这时 因为看见搭档身陷危险 他不忍心 便顺手救下对方一命 同伙趁机跑了 阿龙急了 他一阵猛追 跳上了同伙的车 搭档和警察紧随其后 双方在公路上展开飙车 很快边境线到了 边境警察找卡车开枪 阿龙赶紧跳车 同伙静直冲过了边境线 跑进了墨西哥 阿龙还想追 但FBI表示 他们不能越过国界 可阿龙才不管这些 反正老子又不是警察 他驾着车直接冲过去 一发信号弹射进同伙车窗 同伙一时看不清 直接就地翻车 阿龙见状赶紧下来 拔枪与同伙对峙 远处FBI等人看到 还以为阿龙在谈判 阿龙表示 如果同伙把钻石给他 他可以利用他的警察身份 给同伙减刑 两人还能一起平分钻石 同伙给忽悠到了 便把枪交出 阿龙趁机把他靠上 同伙气得要死 拿出备用枪想偷袭 结果就是被阿龙一击毙命 事情结束后 由于阿龙的大胆操作 警局查了阿龙背景 发现资料库里梅这个人 为了伪装阿龙开始扯淡 表示自己是来自墨西哥的警察 自己之所以骗他们 是为了帮祖国抓罪犯 但这时搭档已经看出来了 他一顿分析 指出阿龙的真实身份 就是两年前的银行劫匪 阿龙苦笑一下 看来瞒不住了 可这时搭档却表示 因为阿龙刚越过墨西哥边界 FBI没法抓他 所以阿龙可以先跑 阿龙哈哈大笑 但他也知道 搭档是故意放他一马 毕竟阿龙在警局的这段时间 不仅教会了他们许多技巧 最后还救了搭档一命 阿龙很感谢 警匪双方 惺惺相惜 两人握手道别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笨贼妙探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